会不会在家里吗 走了 去哪呢 去哪呢 回去了 回去了 对 你好 帮忙抓几只鸡 抓几只鸡啊 哪里的 里红的 海哥那边的 对 大家好 我是高手 前两天去咪咪家里 一不小心说错话 可能也是太高兴的 然后 我承认 我向 卉卉道歉 为了 表示我的诚意呢 我今天 抓两只鸡过去 一来呢 我想尝一尝 卉卉的手艺 二来呢 也让咪咪 卉卉 补一补 现在 我就来到了 刘姐的养鸡场 在这里 抓几只鸡过去 让卉卉露两手 看一下 她的白切鸡 还有酱油鸡 手撕鸡 味道如何 我们 抓三只鸡过去 做三种口味 期待呀 刘姐你好 你好 我过来抓几只鸡 抓只鸡鸡呀 好玩好玩 欢迎 欢迎你们 刘姐到送鸡 送到菜市场 最近声音应该挺忙的 我想抓几只鸡去做白切 做酱油 做手撕鸡 那就是烟鸡 都可以吧 烟鸡露更多 要不就是 我这个黄母鸡要大一点的做白切鸡 也可以 那个土鸡就是两斤七八两的 刷一下太小了 做那个白切鸡露不多 因为这个母鸡大一点这个露厚 做白切鸡有些人 做好白切鸡再拉油炸一下 那样子就好香 有些人白切鸡煮好了就一块一块切起来 两磅一样的也很好吃 不管我们先抓吧 看下抓到什么算什么 好去抓吧 你一个人了 嗯 好 抓什么鸡我也不懂 就听你们了解的吧 抓这个白毛鸡就看 露多 抓到什么是什么 嗯 抓到什么是什么 这个鸡 这个抓到 放到那个笼里面去 抓一个险鸡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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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又一个嘴 又老大又老大了一个 好了这个这个好胖的 这个好胖的鸡 啊 这只鸡好重 这只鸡好多 肉好多 三斤多 三斤多不说 六斤多 六斤多啊 哈哈哈 买两只就够了 不要买这么多 这五六斤这个这个白切鸡相得好 好多人 你开玩笑 嗯 你知道多少人吗 那边 再抓一只吧 再抓一只吧 再抓一只 抓一只 有没有嫩一点的 抓一只嫩一点的也行 这个都是去年的鸡 哦 都是去年的 再抓一只吧 抓一只吧 再抓一只 啊 现在 时间也不早了 就 随便抓两只吧 这边散养的鸡 肉质应该挺好的 哦 厉害 你看这个都是大鸡 大猫鸡 受烧光鸡就这种鸡 受烧光鸡 三黄 土鸡就是好瘦的 就是就是两斤多了 这个是五六斤的 三黄鸡 带子搁几个洞 带子搁几个洞就走气 不会 嗯的鸡就不会闷死 他放在车子上面 等一下闷死了 这个是三黄鸡 好大一个的 这么大一个的三黄鸡 这个这个鸡不是土鸡 是三黄鸡 我来找他 哦好 好 嗯 谢谢 哈哈哈哈 那是这个拔的吧 是啊 那是这个拔的吧 看你这拔的拔的吧 可以一点 哈哈哈哈 十六斤 十六斤二两厨二两 十六斤鸡 六斤太客气了 茶都没有给你吃 不用不用 拿个苹果好吧 过来 太客气了 没时间 下次再来 谢谢 走了 现在到了 咪咪家里 咪咪 小伙好 会不会在家里吗 走了去哪了 去哪了 回去了 回去了 我还说抓鸡来给他弄的吃呢 你还抓鸡来干嘛抓的干嘛 他不是说会弄鸡吗 现在啥情况 现在啥情况 他说过几天再过来 过几天再过来 对 那这鸡放你家养着吧 不用不用不用 哎 你带回去带回去 没事 我真的带回去 我家养着干嘛 不用 先带养着吗 不用不用 我刚今天刚走的 今天刚走的 对 我说我那天说错话了 我说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你怎么不过去呢 你怎么不过去呢 他说带下次来的时候 跟他带你过去啊 刚好这次回去跟家里说一下嘛 他是这样说 但是你可以跟他过去做个伴吗 他说下次再去 我是说要跟他一起去嘛 他说下次再去嘛 行 他在你家住了两天 两个晚上嘛 两个晚上 对 感觉怎么样 啊 就是你们两个相处 感觉这个人可以 人确实不错 就是 性格各方面都挺好的 对 就是说实在一点 就是人 稍微有一点显老 累的忙 一直忙 平常也很少打扮 这是什么 嗯 这闲的人就跟人 嗯 更沧桑一些 对啊 就是人家从小到大都不容易啊 他也要照顾他手下的弟弟妹妹 这个时候对 嗯 既然认识了就好好珍惜 希望希望你们能能走到一起 对 这鸡还是拿着 你拿着 真的 你不要给我拿着 你踢着 踢回去 踢回去 你妈妈在家里吧 不是 我在家 对 他出去了 哎 搞得很干一干 没事没事 你提回是谁的 我 我看大龙的视频 我说 今天会会还在这里 我故意 他临时的临时找你 那边老板打电话过来 说有事 他当时的来的时候也说过了 他说老板随时打电话 后来 要随时回去 是不是 好吧 老板说打电话过来 要回去 那边他那边有点事要忙嘛 嗯 所以就那个了 嗯 真的很不巧 那天说话也是无意冒犯 然后 我也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咪咪跟慧慧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能够促进一下感情 期待下一次慧慧过来吧 好 然后 这鸡呢 我真不好怎么弄 没有真的 你拿回去 这个是真的 你给我拿回去 没事 那我下次再抓过来 哈 我下次再再再带过来哈 我们一起尝一尝慧慧的手艺 也让慧慧 嗯 还有咪咪 一起补一补 好 哈哈哈 行哈 嗯 那我们下次再过来啊 可以 嗯 多多联系啊 多多电话 多多视频 巩固一下感情 这种知道 嗯 说实在的啊 现在 女孩子 确实太少了 尤其是像慧慧这种啊 顾家又好的持家的人 顾家持家啊 性格直爽 没有花花肠子的女孩子啊 真的很难找啊 大家不要对 人家有什么偏见啊 那说到这里呢 我又不得不提两句啊 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拍视频的时候呢 真真实实的去拍呢 却没人 无人问津 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塑造一点话题啊 会去塑造一点剧情的话呢 每个人都感觉都不是在看视频 感觉都是在找茬啊 就 爱挑别人的毛病啊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允许你挑 不允许你去评论 但是我们要客观 人非圣贤 熟人无过人 金无足次啊 人无完人啊 说太多也没意思了 人不要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去看待一切事物啊 就说这么多啊 我也祝福你们啊 希望你们走到一起啊 到时候喝喜酒啊 好 行啊 那今天就不好意思啊 这机下次再提过来 好 那你在家休息吧 好 有空再过来 拜拜 今天的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啊 今天 没有藏到惠惠的手艺啊 我们改天 有机会再过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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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